我带那个医生那个样子 爱的选择您来了 哎呀叔叔 这看完短片之后 我又有一感觉呀 您除了会中医之外 这琴棋说话样样精通啊 是不你啥不会呀 不甚精通 反正我连喜欢音乐 喜欢音乐 喜欢唱歌 喜欢做事 这样 咱连线一下密室啊 看看密室女嘉宾 有没有和您有共同的爱好的 如果有 咱们可以现场对一下 以诗会有 以艺术会有 好不好 来 连线一下密室 阿姨们你们好 男嘉宾你好 你 我挺喜欢你的 上来就我挺喜欢你 我真挺喜欢的 不管从哪方面 我真挺喜欢你的 所以说不在意大小 关键是一个音乐 一看就叫有演员你知道 完了 这时候我想问一下 你就是说 私立和听力有没有问题 我是来自美丽的滨海城市大连 大连的 大连的 大连的女嘉宾 我叫马香米 好 向你汇报 私立听力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满意了 那你怎么这么直接呢 上来直接就说 我谢谢你 我这个研究实在 有什么说什么东西 对于这种直接的女士 我对于和谁俩不带和谁俩 就是将来在一块儿生活 肯定不带累的 肯定不带累的 啥感觉 直接 哎 感觉都 随意吵 我这 心碰碰挑的 碰碰挑的给人整的 哎呦 我心动了 这第二位女嘉宾还捞不捞啊 一号女嘉宾 你先在旁边偷着乐会儿啊 来二号 你必须得烙啊 我这小声 我 我这小声 嘴也挺 现在心动了 心动了 心也动了 不登不登的 我身体也挺健康 在工厂的时候 也举过雅琳 得过类足 但我也喜欢运动 爱爬山 但我也喜欢 挺欣赏你的职业 我是服饰人 服饰进工厂的 我昨天 那个就到 紫阳来了 就为了见你啊 提前一天来了 为了见你啊 男嘉宾咋的呢 你整懵了 来吧 三号女嘉宾 主持人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刚才看见男嘉宾呢 我感觉他 从外表一看 我就感觉他应该是一个医生 因为他体态太均匀了 男嘉宾我也喜欢养生 我从三十多岁吧 就愿意接触那个本草纲目 你是老中医了 老前辈 我得向你学习 能指点我吗 一手行家了 不敢 不能说互相帮忙 互相帮忙 不敢说指点 那这种在这个专业方面 跟年有能达成共识的 这样的女士 在你心里边会加分吗 会更愿意跟这样的人交流吗 会 会 反正我这银长得挺丑 到时候我有缺点 我有点多情多义 啥啥啥 多情多义 啥意思 体贴女性 多情多义 体贴女性 是针对一个你爱的人 还是对谁都这样 我的一生 我感情 感情中医 专一 没有 感情中医还是感情专一 感情专一 没二 没二 因为我希望 我能找到一个 真正爱我 支持我工作 有文章话 懂手机 帮我干一番事业的女性 懂手机 懂手机 懂手机这是个啥要求 是不是说 因为我不懂手机电脑 我想找一个叫他教教我 我看男嘉宾的身体健康 思维敏捷 你想学手机我教你 这方面我强力 这是咱四号 对吗 您强到啥程度 可以说就是学得快 忘得也快 忘不忘 不忘 你下午别回去了 就在这儿学手机 不行 用啥呢 还不行 因为 我答应了 你工不工作 先放一边 今天你就跟我们四号阿姨 你俩对个话 人要教你手机 我看你咋说接下来 你要不说不给你牵线了今天 愿意学 今儿个拿出来点时间学行吗 行 什么人 哎呀 我得舔的我 皮上来就放不下去 下午是不是还有病人呢 有有有 你看 他会把这个事情安排的特别的妥贴 这下午有病人不能耽误了 您要愿意跟他一起去陪他看看病 然后try call 叫叫手机行吗 阿姨 可以的 哎呀 我们四位女嘉宾啊 跟您有这个不同的话 都有唠的啊 还有会中医的 就要叫手机的 还有觉得哪儿都好 我们冷静理智的分析一下 请我们情感导师和小红娘 帮您推荐推荐好不好 是 大家都特别重义的人 但是我觉得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 刚才咱们二号姐姐先说了 实际一号姐姐也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为了见咱们男嘉宾 两位都是从头一天晚上就来了 一心一意要见你啊 你想想外地来了 赶着车 来到今天咱们爱的选择的现场 所以这份诚意 我觉得可能要更加的浓烈一些 是不男嘉宾啊 所以咱们按序号来讲 一号二号的感情色彩 要对你要更浓烈一些 因为就笨你来了 一号二号奔着他来的 头一天晚上就来了 成人之美是吧 但我觉得尤其是一号 您都爱他了 喜欢他了 上来直接说我歇你 对 如果说您生了病 这个病是缺爱 那现在就缺个药引子 这药引子可能就是咱爱的选择 来了之后啊 大胆的咱们就往前整 叔叔 喜欢谁勇敢的选一下 对 对 对